109年补助的艺文出版品有16本 多样的素材都和花莲的地景人文有密切的连结 除了有资深的艺文创作者的作品 更有年轻学子精彩创作 还有收到国际瞩目的图像题材 在在显示花莲丰沛的艺文能量 持续不断的激荡出更精彩的艺文创作成果 花莲县文化局为了鼓励艺文创作风气培养在地艺文人才 也为花莲保留各类型的艺文资料 从101年推出了补助艺文出版品的计划 而今年专件作品更是丰富踊跃 文化局精选出16件作品 12月14号正式发表 大家都知道花莲是一个文风鼎盛的一个形式 有非常多的艺术家喜欢居住在花莲重制创作 那我们从101年就开始推动补助艺文出版品 那很高兴今年能够透过出版品的补助 我们主录了16位的文学家历史家甚至的文学家 追过他们的笔触来寻溯花莲 记录花莲的美 那今天很高兴办一个新书发表会 那这16本书其实有包括了文史文学历史甚至绘本 而且这次参加于的获选的艺术家年龄都非常的年轻 甚至有目前在就读长庚大学的学生 还有我们花莲美术办学生 由此隔见其实花莲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作跟居住的地方 16件作品有资深艺文界大佬的精华创作 也有年轻新秀的创意表现 甚至于已经在国际走红的图像作品 丰富多样的艺文创作 彰显了花莲风时美好的艺文能量 其实自己以前是在庆修院做志工这样子 那我其实就是在对花莲在地的文化这一块其实非常喜欢 那我高中是读日文系的 那我其实就很希望透过自己的就是一技之长 能够翻译就是花莲在地的相关文献 然后让大家知道日志时期花莲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本书是翻译就是清水半瓶先生的书这样 那他这书的内容是在写说 就是当时建造花莲第一移民村的故事这样 就是他从日本移民到台湾 然后在花莲这块土地扎根 然后到后来前返回日本 这整块都有很详细的记录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史料对于花莲在地的文史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其实就是很希望可以 大家都认识这一块历史这样 我这个作品是非常个人的 但是它是全世界普遍都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是身为妈妈的问题 当妈妈的时候怎么讲 对我而言我会觉得非常害怕 这也可能是现在普遍所谓的年轻女孩子的问题 我们想到妈妈就是牺牲自我 可是在我的角色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 所以一个非常需要自我的人 要面对妈妈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的shock 那时候在英国读博士班的时候 那时候刚开始就觉得很可怕 那我一直在思考妈妈这一个角色 为什么这么的令人害怕 她的历史 她的生理 她的任何的东西做一个研究 所以我才会拍出一张 我在这里难道你没看到吗 我在做一个我用身体做的作品 但是却是被忽略的 她的自主性是被忽略的 所以那时候就拍了这一张 然后放很大表示我的愤怒 这16件出版品限量赠送 在发表会这一天立刻被索取一空 想要阅读观赏的民众 可以上网订购 或者是到花莲县立图书馆来借阅 借理会欢师报导